陈宝国是国家一级演员,代表作品由武则天。 大家门,汉武大帝,老农民等,每个角色都让陈宝国演活了。 陈宝国是一位实力派的演员,陈宝国的老婆叫赵奎俄,也是演员。 他们两个是同学,相恋八年后成为了夫妻,婚后他们生育了一个儿子,取名为陈月末。 现在来讲下陈宝国的儿子陈月末,成长的演艺世家,对于演戏更是从小耳濡漠然的。 但是对于陈宝国来说,深知演戏的艰辛,所以并不希望陈月末将来成为一位演员。 所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送他到英国留学,学的专业是机械工程,为了磨练他,给了一小部分的生活费。 所以陈月末只能勤工俭学才能生活下去。 但是在2011年,是陈月末成为演员的转折点。 陈宝国拍摄电视剧《智者无敌》时,陈月末担任导演助理,即原巧合下演了《猫爪》这个角色,便进入了娱乐圈。 陈月末虽然是新二代,父母都是实力派的演员,但他出道却是有点矮的,演的戏多次与父亲陈宝国搭档。 比如《强者风范》、《异者无敌》、《老龙年》、《老中医》等。 只是陈月末的人气,并没有因为父亲而有所提高。 陈月末长相帅气,但是演了十五部戏也没红。 他还与人命、冯梢芳合作过电视剧《古福传奇》。 陈月末饰演雄啊,只是最后陈月末还是没有得到极多的关注度。 如今陈月末三十六岁了,虽然一直都在拍戏,但却很多配角,很难让人记得住,都快被遗忘了。